江南的戏曲就是美 美在她的语言 美在她的韵腔 王彬彬老师 珍珠塔 双推磨 这样一个经典 现在已经是两代人 三代人 不断地在前行探索 从你看了戏以后 叫我唱腔 老师都清爽 写篇文章 唱的冰冰枪 音乐宽 音色的土字如猪 唱冰冰枪是一种享受 有时候完整 有时候阴阳登丑 代表着极剧特色的 一个家族的传承 我喜欢王子余老师 唱腔 还有动作 身段 他都特别喜欢 命运吧 三代人会是在一个点 西剧代表无锡 不管走到哪儿 也很有自信 文化自信 这些父母 他 三情 他冰冰枪是一把情 双情啊 中国情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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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不关上了 这个地方借我去给他 你给他 你帮出去弄一下 头上才改大 别人都不行也没关系 我们只要行之到差点 请去拿出了就行 房间我们稳一点 好的 不要太急 好的 有问题 起光了 起光 起光 江南的那个西区剧种 它有一个很共同的一个特点 很唯美 它呈现出来的 就是这方土地的人们的一种 生活的一种状态 冰冰腔在我们无锡地区 在上海人的心目当中 都有着很重要的一个流派地位 从想起 从王冰冰老师 梅兰珍老师的 珍珠塔 到双推末 这样一个经典 现在已经是 两代人 三代人 像王冰冰老师 包括子余 她不光是拥有 历史的极点 更有时代的 清新的气息在里边 一成一味 一成一曲 一尺水秀 甩出 瞠怒哀怨 一根藤条 转眼万里回还 一曲悠扬 传递高探低吟 一连大幕 开启 戏如人生 两百多年前 一款新鲜曲调 将无锡一带的 叙事山歌 和唱春 道琴 宝卷等自然融合 至此 她也和这座城市的人们 一起闲歌相伴 道尽悲欢 她不能拖蓝蛮的 她是圆的呀 我作为国家级的非议成诚人 戏剧代表性成诚人 给我布置了这么个任务 带学生 今年是第四年 移植昆曲的 游园剧梦 一直改编京剧 座楼沙溪 还有一个 也是各个地方戏 有过演绎的 大声高妙 温香机大声高妙 这个是我 这得一通个日期 他们的表演 它不能脱离困的东西 但我们的曲牌更困 要磨合磨磨的天语风子 很难的了 是的 敬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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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啊 它是一个 以说唱起价的这么一个剧种 而到了今天 我们观众的审美 不断提高 游园金梦是 昆曲的招牌戏 它的唯美 舒缓 尤其表达大家贵秀的声段 它都是有独到之处的 所以让戏剧来表演这个戏 对我们戏剧的青年元言 是一个重新的塑造 就是用昆曲的动作 昆曲的味道 整个呈现的是一个 戏剧的一个特点 一个特色 特别是在金梦的这个状态里 一听就是奥西剧 但是一看呢 这个是昆曲的名段 我觉得这点非常的棒 1914年 一代宗师袁仁义 率先把《无锡滩皇》 带到上海 如同所有引人瞩目的 新生事物一样 《无锡滩皇》不仅唱上了舞台 唱出了剧本 更在不断地借鉴吸收金坤艺术中迅速成长 形成了去掉悠扬 又不失乡土人文的独特风云 大般演戏 妇女看得还少 若打听的某处有串客座 则约走礼惠姐妹 带儿女 做一日看一日 做一夜看一夜 全然不厌 二十多年后 另一名年轻小伙 也来到大上海谋生 凭借着不服输 不泄气的一身倔强劲 十九岁的王彬彬 很快红遍上海滩 继而畅想大江南北 上世纪五十年代 文化部调地方戏进京会演 一部戏剧《珍珠塔》 更是让人们 包括周恩来总理 都对这副直击人心的高亢嗓音 和个性鲜明的全新声枪 不觉入耳 一部戏剧《珍珠塔》 总理开了戏以后 问我们生活方面 各方面的情况 文章文端 就叫我唱腔 奥匙 都清爽 后来遇到写作的记者 写篇文章就是说 冰冰枪 人民日报 头半 头雕 登出来 在这出戏中 每个演员都能各书所长 演方青的演员 王彬彬 左派很好 大段唱腔 婉转动人 韵味醇厚 在当地 王彬彬的歌唱艺术 很为群众欢迎 已形成一种流派 人们称为冰冰枪 人们称为冰冰枪 终好你都向阳 你还得一起 所谓流派 它就是一种艺术个性风格 非常鲜明的一种美学标志 那么冰冰枪呢 它有三个特征 音乐宽 音色美 土字如猪 我父亲的嗓音挑战 天辉一别 著名的这个作家 阿贾先生其实也讲过的 就是冰冰枪的特点 其实就是 磁琴咬自震 深情意味尝 低回流水细 高亢云飞扬 之后迎面而来的 时代风潮 更是让戏剧 高昂豪迈 酣唱淋漓的唱腔 深受观众喜爱 后辈演员 多以演绎冰冰枪为荣 同辈明觉 也甘愿败在 王冰冰的门下 鼎盛时期 坊间甚至出现了 十生九冰的空前景象 放三放四 它不放手 一夜功夫 大雪飘 一字一句 千般情志 多少幸运票友 更是伴随冰冰枪 一同成长 大雪纷飞 擦擦那把扇 就用这种旋律 称托方琴 行走艰难一枪 悲愤那种情感 在五十年代的末期 到六十年代初期 你走在大街上 经常能听到 人在沿途就在恨 或者就在唱 忘情唱 我家那个时候 经常被农民围着 那个时候叫 无心人叫 祖拉斯 如果我父亲在家 那就说 汪老师你唱一段 汪老师你唱一段 这种情景 我都看到 很感人的 所以 作为一个戏剧演员 能够有这么个成就 那也算挺辉煌的 紫城副业 一直是中国戏曲界 特有的文化现象 就让孩子练功学唱戏吧 九岁那年 王彬彬的一句话 将儿子王建伟 也带入了 西剧的长腔短调 人是百态中 他跟我请了京剧老师 武功老师 打基础 拉人带 翻跟斗 都得从小练 练了整整三年 现在回忆起来 五围炸成 按住 扳腿 然后下腰也是这么扳 脸上通红通红的 那是一种疲劳 我们无心人叫 豪森 可是有一天 王彬彬却突然中断了 孩子们四公五法的练习 由他们自己决定未来 或许是血脉中 生来流淌的戏曲基因 人生的兜兜转转里 儿子王建伟 最终选择了回来 并以西剧 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 而他投考 西剧团的表演曲目 正是父亲的代表作之一 画线中的一则戏 是大如漫版 也是我父亲冰冰腔很有特点的一种身强 既柔眠又奔芳 还有一段就是老黄条 心中要有大体 那两段你如果能唱好 基本上就可以做一个职业演员了 我比自己是个蜻蜓 风吹草动之后 飞转 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 回归原点 很有戏剧性 这个出来的眼神就要另次了 他 其实唱戏剧了 因为你是王冰冰的儿子 人家总的看你不一样 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 我们以前看明觉儿王冰冰那是不得了的 他的儿子到底怎么样 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我还非常在意 这些观众对我演出之后的一些评价 现在看来还真是近于两年 到了八十年吧 江苏仁戏剧团的审派创始人 沈佩华老师 他也是个热心唱的人 他对我父亲说 冰冰大哥啊 给你提个建议 不要叫什么王建伟 王建伟 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冰冰 有四十年了 就知道戏剧有个小王冰冰 纵使方寸戏台 人可纵逢千古 挂上艺名 扮上戏装 初出茅庐的小王冰冰 有了自己的一帆天地 然而正是这份年轻气盛 不仅令他对冰冰枪多了新的理解与认知 更险些闯了大火 老演父亲演过的戏啊 一早一世 一个声枪 一个过门 都模仿的比较像 我都有自己的东西 参赛就报名跌血 然后跌血我自己动笔一把 文字改了 唱字改了 声枪也改了 它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票 什么纸牌 那场戏演完之后 我在台上就感觉不妙 没了呼应 后来反馈了 唱了什么呀 这是滴血吗 事后一位记者告诉小王冰冰 这次改动王冰冰是支持的 经典需要传承 也可以大胆创新 只是这些历经岁月讨喜的文化积淀 后人应当报以更多的敬畏与慎重 哎呀 这个是醍醐灌地 该是懂得敬畏 敬畏我们的经典民主 那么也有一些同仁跟我讲 你应该有自己的作品了 老白黑暗骨 民间艺术家阿炳 这么个题字 特别他的二千一页 他这个作品他致命了 金牌恋听十九天 是我第一个作品 清净全力 我知道这种机会是很不容易的 阿炳怎么写他 他有个心意的恋人 阿炳在外面卖艺的时候 生活潦倒喝酒 最不回头一看 正是你 打扮得这么艳 你干什么 一看这边是青楼 所有的以前的那种美好的东西 都在一段一段地摧毁他 你只知道我一把琴 但是我这把琴我就是比如你 我天天拉你的我在想你 三西太原曲演出 我们都担心这个语言跟曲牌 观众受众 不一定要 还早上雷动 十几出 戏完了之后 观众都不愿闪去 我在这里 我们有很多遥重的摇 Aunty 能一的可乱 也是一个记者告诉我 他说你父亲说 我的机会不错 他现在演戏超过我了 其实我哪吵得过他 很感怀命运催情了我 生诞静默丑 锣鼓升向地 一出欢喜 一出悲戏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五十多年前 命运的锣盘将小王彬彬 转回西剧的终点 现在 他又在冥冥之中 将这份传承 交到了新一代继承人的手中 现在这个节奏啊 这个节奏是温的 我指你开场 手续这些 不要紧啊 你开场应该是节奏往上推一推 单个五千根一下 代个五千 这位你 是花美酒 也是命运吧 三代人汇聚在一个点 冰冰枪是属于无戏的品牌 后戏友人自观重要 这唱会剧蛮好的 但是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 戏剧这个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 我爷爷啊 我父亲啊 都是从事戏剧的 高唱入云冰冰枪 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唱戏剧 戏剧对我来说 身强也看出了 先让王子余唱 王子余为自己也好好学了一段时间 当时我感觉心不一样 我跟我父亲王子余一出来 底下掌声没动 用的观众就站起来 2010年 《告别昆曲老生行当》 王子余以冰冰枪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 回归戏剧 黎原与青春的碰撞 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 骨子里的无尽想象 让王子余更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 延续对戏剧 对冰冰枪的守正创新 我觉得这条路对我来说 可能我的压力是最大的 你想我就是学了十年的昆曲 回过台我跨一个剧种 跨一个航档我学戏剧 我把自己揉碎了 我怎么出来 因为当我一上到台上 我觉得观众对我的要求 期待就很高 来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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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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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跃动的东西 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 以情来代身吧 就是你首先感情要到位 然后来带动这个身腔 那你慢慢地把自己的这个戏剧的韵味再把它加进去 当然我告诫他了 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 打扎实了 慢慢地你才会随心所欲 不与鬼 以前的绝儿出来是 真的很寂寞的 把所有的青春年华都偷放到这里面的一种付出 金梦的一个核心剧 就是四层在哪边见过 此时此刻的表情不再是 完全是前面那种笑的感觉 是一种就是 那间那间你看到 有点疑惑 有惊喜 我跟他是同学 取笔之长补给之短 这样子的一种融合一直都存在着 传统艺术其实一直都非常时尚 它并不是一个守旧的代名词 并不是说我来听戏 我就跟我的爷爷辈奶奶辈一个欣赏的审美水准 从从业者的角度做到最好 才能向观众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 太远了你们刚刚两个人是这样子 是这样假的 不是说瞧瞧话啊对吧 来啊 啊两个人试试看 Di Daddy Daddy 你看手 这个这样子搂着 是搂着的 那我们来那个搂一下呢 我们来搂一下 你看我和我们小山一都能搂出来 你们俩搂不出来 老夫老妻搂不起来了 我反正觉得这边我们反正不太舒服吧 就这边要往后撤呀 往后撤 往后撤 起块 起块 好的 走 雪球走 往他的手上搭 好的 坐跳 好的 可以 好 好 戏场小天地 天地大戏场 1959年 王彬彬第一个把戏剧唱响北京 2021年 结果父亲的一波 小王彬彬也将戏剧带来了北京 带进了清华大学 更特别的是 这一次他还会和儿子王子瑜 同胎献演父亲的成名作《珍珠塔》 他们代表着冰冰枪的一个极具特色的家族传承 祖孙三代来传承冰冰枪是一个非常可喜的 在我们国家的戏曲界可能也是不大多见的一个现象 另外一个子瑜作为年轻一代冰冰枪的一个新一代传人 我觉得他的努力我们也都看到了 他的进步我们也看到了 我觉得是非常文心的一件事情 首先就是文化自信 就是不管走到哪儿 我觉得戏剧代表无息 就是这份自信我们出去就有了 就是底气 《珍珠塔》这个是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 我父亲是二全音乐 二全音乐阿炳是他的代表作 能够得到这个大家认可认同 能够代表这个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 我特别想排这么一个戏 对 2022年的夏天 王子瑜等来了一个机会 原创戏剧《绢生之路》即将投入紧锣密鼓的排列 这是一部改编自鲁迅小说《商事》的作品 五四时期的新青年 让娟生相遇恋人 冲紧未来 但是动荡的时局 残酷的现实 又在不停地讥讽他 锤打他 最终 娟生在沉沦中觉醒 立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青年 这是契录啊最后一场了 鲁勋的呐喊这段是要说给全体中国人听的 我们能这样演吗 对这戏挺难演的对 史玄生这个人很矛盾的 伤势一伤一伤一伤 给后来人也带了更多的思考 怎样才能就是说看到希望 我特别想做自己 我们戏班里面有一句老话 叫学我者生 向我者死 因为每个原因 我觉得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 有自己对这个戏曲的理解 对唱腔的理解 所以我没有刻意地去模仿 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在这儿还有几天我们就要进入剧场了 接下来每天可能都会要有一次的连牌 一定要拿出我们特别饱满的情感 来对待我们的每一个角色 阿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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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 我最喜欢那个冰冰枪 最喜欢冰冰枪没派 跟枪有力 跟枪有力 冰冰枪就是人家都不是说的吗 唱词的王冰冰吗 你这眼珠不要看 就听说他唱了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几十场了吧 特别的感慨 我喜欢王子余老师 演戏 唱腔 还有动作 身段 他都特别喜欢 没有一个目标是小的 我感觉 首先第一 我就是想让戏剧能够 走得更远 不仅仅存在于江浙湖 我想希望它能够跟其他华东三大剧种一样 全国的观众都能够看到戏剧 当然自己也很希望能够得到中国戏剧梅花角 一声送字 以字打琴 以琴画枪 传承不是唯武是从 创新也不是无缘之水 如何在守正固本的基土上 恰如其分地增添一丝心意 一抹惊艳 一抹惊艳 现在小王冰冰和王子余都正在各自的一方舞台 继续探索前行着 延续了三代人的冰冰腔 早已不是一份家族宝藏 更是西剧界的共同财富 江南的戏曲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 就是美 美在她的语言 美在她的韵腔 西剧大家 王冰冰和梅兰珍 你现在去听她们的那种韵腔 她们的流派都是没有过时的 这就是她的个性 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如何让人到了无锡就想听戏剧 听到戏剧就想联想到无锡这座美丽的城市 能够为我们这座无锡城市 在文化艺术上 这个地域上做出一些成就 我感觉也是一件人生有益的事 我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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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人生有益的事 我乐此不疲 你也感觉也是一件事 你自己照顾上 我乐此不疲 我留会 你一些居 我留会 啊 啊 啊 好